首先我第一道的话就是那个沙拉 那我的概念就是因为春天已经到了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看起来比较缤纷 比较春天那种感觉 然后也比较看起来比较清爽 所以我就是选用一些嫩芽菜啊 烘天菜跟那个酪梨 加上我是用那个胡麻酱的一个酱子 那这个酱子就有点比较窗 有点靠近比较绿式的那种风味 但是就是也味道有点像我们早上吃那个麻酱面的那种大 但是它整个搭配起来它是比较清爽 因为我后面再来就是海鲜汤跟牛排 那海鲜汤它的做法有很多 那这个是比较属于普朗斯跟西西尔那边的做法 它就是有用了大量的番茄跟那个汤的重合香料 那当然说蔬菜的大小其实我们可以以我们各个的喜好 那我们切的比较正正方法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是饭店嘛 所以我们要让它感觉说有工夫菜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现在有修饰 那整个汤的感觉是一个比较质感比较好一点 通常的话牛排大概都是会配烤的马铃薯啦 或是说煮的啦炸的 那我是选用我是用煎的用炒的对我把它切块 然后就比较有点像发色感 发色感到就是用炒的那个马铃薯 那番茄的话我是用那个大蒜起司 那橘番茄因为本身番茄的味道你要有一点比较重的味道 跟它配合在一起它比较好吃 那娃娃菜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娃娃菜很嫩 那我是用低温烹调去煮 我所谓它是低温烹调 那它的甜味呢又可以解腻 所以我有这个三个配菜的话 它的口味上都有不同的搭配 我常讲说本身牛肉的肉质好的话 其实就不用太多的调味料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鸡黑牛 那鸡黑牛它本身就是和牛的等级 那它是用日本的和牛跟美国的鸡黑牛 然后去混种 对所以它吃起来就是有油脂又有香味 法国菜来讲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比较想要吃到原味 所以我们是用盐跟胡椒 直接调味然后再去煎跟烤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希望说它能够给客人吃到 其实它肉本身它的肉质的好 跟它的香味 所以我们只有用盐跟胡椒 其实本身我们在煎牛排 第一时间用那个高温去让它 急速的让它成为焦脆的口感 那里面就是软软的这样 四面都把它封住的时候 它是把肉质的枝封在里面 因为你肉的肩面处 它就是那个蛋白质在它的手头 以后它就会把它封住 那病原领吃的牛是干干的 你要有那个juicy 所以你要一般都是建议是说 你四面都把它封住的时候 那如果以牛排的厚度呢 它比较厚呢 你要需要去用烤锅去烤 那如果比较薄的话 可能四面封住 然后再间接 就它大概可以 四五分钟就可以吃了 就两边间的 有一点那种金黄色 就是可以吃的这样 对 也是要看牛排的厚跟薄度 其实我们就是说 你前面吃的牛排的味道很重 其实我们就用一个 巧克力的味道 跟那个香炒冰淇 那也配个咖啡 其实它到最后 它的味道的层次感就不一样 它有一点解那个牛排的味道 字幕 李宗盛